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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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骂什么呢 都是虚构的 跟真实生活没有关系 你别误会 那更来不了了 都是虚构的 跟真实生活没有关系 你就别解释了 谁又惹这个大小姐 没道理啊 这是个娃娃脸 阴晴不定 莫非他是对我们的构思有意见 或者有什么想法 我和他商量过 他没什么意见 还是我去和他谈谈吧 绿修这个孩子就是这样 他没什么坏心眼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定是最近又遇到什么 剪不开的口 莫非他和之前那个男朋友 死灰复燃了 不可能 他没这么不胆激进 女主演的情绪 会影响到我们拍摄制度 这个问题 我们可不能得很清新 许阳现在在哪儿 把袜子拿出来 别 拿出来 别让人看见怎么办 你说你怎么能 穿着袜子来上班呢 我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晚了 我着急 我随便拿着健身衣服 我就出来了 那袜子能在衣服里面呢 我不是怕你每天再发现 幸好是我发现了 你就不怕别人闻到 什么特殊的气味吗 我怕发现了 就我刚才 你白长这么大个脑袋 竟敢傻事丢死人了 是啊 我扮我傻 人家打个价就从这儿了 耍吧 这可是你说的 不 再不长铁铁 不长铁铁铁 收起来 我给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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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拔了 全是孩子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郭总 关于这个MTV的拍摄方案 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人听你了 三九是一个很俗气的情感模式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稍微做一个突破 什么意思 清美驻马大大学恋人保持不变 我们把公司里成熟的女性 换一个刚刚毕业的 被公司实习的女大学生 她对男主人公有好感 但是呢 她又知道男主人公有一个女朋友 于是她就把这种情感 变为一种隐藏的 甚至是偷偷摸摸的观望 这种情感 要比直接表达 来得更深刻而富有 提升精神 别看着我 我只负责自行决定 不参与意见 的确 这个方案比之前的那个方案 要好很多 但是 另一个角色 由谁来扮演呢 我只能去试一试 我回想起了今天 陆雨秋 许阳 雅飞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一幕 觉得效果会更好 他们有这样的生活和情感基础 所以表演上会更真实 而且宣传起来会很有噱头 你老毛病又犯了 不提宣传 不提宣传 只抓拍摄质量 好吧 我答应你们去试一试 努力就好 努力就好 最近有什么新的藏品吗 你要干嘛 鱼饵有些多 不知道买什么冲击 效果好 年纪大了 用什么都没用 养颜的呢 养颜 谁养颜 但是我 臭我还能问谁 给 用这个 这怎么用 洗完脸抹上就行了 有效果吗 有 到一百岁的时候 皮肤还跟波勒可热鸡蛋似的 真的 这么神奇 化妆品 你在哪儿买的 我也去买一瓶 给你用你就用 还买什么呀 这么神奇的化妆品 我怎么敢用 我用完以后 我年轻了你老了 我怎么办 我当不是这个折 逗玩呢是吧 还觉得我最近遭遇的危险事 不够多呀 你遭遇什么过心事啊 能说给我听听吗 不能 不能 我就说这化妆品的事吧 这个就能只能 洗完领用 拍拍吗 我说你今天是不是 故意来气我的呀 我怎么气呢 我问你能和我说吗 你说不能 那我说这化妆品的是吧 你又说不行 我说我做什么都不行 行行 我玩不过你 我认输 我告诉你 不管遇到什么麻烦 公子是第一位 不能因为心里有什么毛暴从 把什么都耽误了 那叫任性 你明白吗 行 那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该怎么做信清楚 你又为什么闹性 能说吗 不能 不说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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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麻烦的 刷碗的 刷碗的是最麻烦的 你看你年纪这么小 还蛮有生活经验的 还有比刷碗的更麻烦的 什么 刷锅的 黏糊糊的 一想起来就不想刷它 其实以前我在餐厅打工的时候 就是刷碗的 别提了那时候天天都有人吃火锅 一堆堆一池子 我这心想 这什么时候能刷碗呀 还没等我想完这又堆一池子 我说算了 就硬着头皮刷吧 那些吃火锅 人才不管你刷碗的 就因为这个你才跑出来 次次不干的 大人不是了 其实 我说出来你不要嘲笑我 不会 你说吧 其实我想当一个演员 一个在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演员 实际上当一个耍盘子的 演员也不好干 得有条件 而且还要经过专业的培训 特别要有机会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颗耐得做寂寞 还有百折不倒的心 我以前也不太懂 不过进了公司以后 我看到陆雨秋方斌他们 我似乎懂了一点 没想到太远 我只希望能够尝尝尝试 就心满意足了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雅飞 抓住每一个机会 不管这个机会有多小 你都要珍惜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不能放弃 放弃梦想 比追求梦想更痛苦 我记住了 来 干杯 敬我们杰出的血网膏 万事俱备 主欠东风 许杨和陆雨秋的心额 已经进入了 MTV的拍摄阶段 希望大家与你合作 及配合 同时 雅飞作为MTV的 另一个女主角 将参加演出 预祝我们的新人 新歌 迎来最好的消购业绩 中文字幕提供 不许杨和陆雨秋的 你不许杨和陆雨秋的 你不许杨和陆雨秋的 任何日子 你不许杨和陆雨秋的 明明呀 那 那 那 人子 胡思 胡思 胡 大爷你需要啥 我儿子和我闺女呢 他们又是走了 你谁啊 可是他们前来照顾你这胡工 两个没良心的东西 大爷你刚做完手术 你需要休息 你也知道我需要休息啊 那你怎么不小点事 大爷哥啥事都不做 拿来地省饮 我上口腾 那给你叫护士去 不用 那你喝点水 我不喝水 我这刚做完手术 你这么打呼噜 我就甭睡了 对不起你 对不起了大爷 我一睡着就控制不住了 对不起你了 反正你得想点办法 我已经戴口罩了 戴口罩有个屁语 大爷要不你教教我 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会 大爷那你安心睡吧 我在外头 又死了你就汗了 只要别让我听见呼噜声 你爱去哪去哪 你爱去哪去哪 我搬哪 搬哪 哎 我说 你那个小伙伴挺有个性啊 导演刚喊了一个OK 转身就跑 行啊 是不是躲在杯窝里 激动兴奋 痛哭流涕 不能自拔了吧 不 什么小伙伴啊 你能不能尊重点别人啊 我有点心疲惫 我跟尊贤 然后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